74,M730,EB鬧出人氣燈下載榜首 2015年7月8日要問A02頭條的士業假日前發起萬洗遊行、抗議 EB及GoGoVan等手機應用程式App,以私家車或客貨車經營在客生意 嚴重影響業計生計,然而萬洗行動光結束 EB的下載量,卻在社會業以中直線上升,昨日更一約成為蘋果App Store 免費下載排行榜首位,有學者認為,市場對該類豪華的士有需求 其政府立法規管,並解決當中的灰色地帶、業界日前遊行 反應EB等在客Apps人氣更旺,有網民留言指從來不知香港有EB 經他,的士司機,這樣吵一吵,麻煩 也引起大批爭受的士老戲的網民,在網上賺文發洩不滿 大數增租的士司機拒載,濫收車資及兜路等情況 反民的士司機控訴EB不合法,他們自行多收車資又是合法 選客又是合法,建議他們應改善服務,社會的運作不會因爲他們而停頓的 無的士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范國威認同網民說法 指EB等在客Apps人氣急聲,與市民過往乘搭的士時,如果不費經歷有關 與其他亞洲城市相比,香港的士費不算貴,市民搭的士也普遍 但部分的士司機維護口,確有4.8. 習慣出博師 另一方面,他認為的士業界強烈反響,或與的士排價有關 的士司機,除生意受影響,的士排價也有可能下降 政府要想下怎麼處理 該委員會主席田北辰則指,若在全球多個國家流行 他亦有朋友使用程式,認為Uber的士機服務態度好 相信香港的士行業也需要改革,但同時認為,若非發載人取愁 對於擁有牌照者不公平,運訪局長張炳良作於電台亦稱 使用在客Apps全球趨勢,但若涉及白牌車違法折客 當局有證據可提出檢控,的士排駕控受影響對於的士業界 稱,Uber及哥哥Van等手機應用程式搶生意 加上白牌私家車及非發載客取愁的客貨車蠶食市場 令的士客源流失 李大土木及環境工程學系教授洪永達認為,Uber等公司 目前主公中,高檔客源,以市場對豪華的士也有一定需求 問題是現時無監管,乘客,坐車不知會不會被人抓 市民都不想冒險,洪永達又估計,業界強烈反應 源於的士司機難預測,等公司下一步會做什麼 他,日日出新招,如果搞到成行成市,難保不會令的士排價跌 的士持排人,到時無法力玩狂難,他認為政府應立法規管 如果有灰色地帝,就立法封死他,再研究點提供類似服務 滿足市場需求 網站文章 2015年7月8日不鬧出人氣燈下再榜首 H.T.T.P. 母號相斜線www.am730.com.hk 斜線article下畫線271837 準備好? 感谢观看